据台湾新闻报道,10月21日当被问及如果是中国挑衅美国是否会保卫台湾时 拜登总统回答说,这是美国的承诺 拜登先生还表示他并不害怕与中国军事冲突,但只担心中台紧张局势无端升级 拜登总统表示如果遭到中国的攻击,他将保护台湾 台湾领导人办公室立即表示,不会屈服于压力,在获得支持时也不会仓促 领导办公室发言人张泽伟说,台湾决心保护主权同时接受拜登政府的大力支持 同时,10月22日中国外交部敦促美国避免向台独支持者发出任何虚假信号 具体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王文并表示 如果影响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绝不会屈服外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 在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界组织的一次活动中 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塞福丁·阿布杜拉表示 不管南海发生过什么,马来西亚最近与中国的关系很难量化 但已有好转 马来西亚国油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正在该国专属经济区开发距离 明斗鲁镇约200公里的丽原汽田 据此,阿布杜拉先生表示 只要国油在丽原运行那么中国人会访问该地区 而且越来越频繁 他强调,马来西亚一直抗议,并不断向中方发出抗议性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的项目吸引了沙巴和沙拉越沿岸的中国海警船 特别是在南卢克尼亚前滩 中国飞行队在台湾空领作战并不是新鲜的事 在本月初破纪录的演习之后 接下来中国采取了轻而易取的行动 战机的数量有所下降 不过近三天,航班频次已连续重启 根据最近记录,四架中国战斗机 于10月21日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 这是本月第12次入侵 据台湾国防部消息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两架沈阳J-16战斗机和两架沈阳J-11战斗机 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西南角 作为回应,除了广播无线电警告 和部署导弹系统跟踪之外 台湾还派出飞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